今次為大家介紹一個非常健康的水果館 這是梳果水果館 很簡單的材料 只用一樣的醬汁 就是新鮮的乳酪 這是Yogurt 首先介紹梳果館的材料 這是水果 有幾樣材料 有蝦蜜瓜 有芒果 有奇異果 還有士多啤梨 其實這個水果館很隨意 你喜歡用什麼水果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轉 你喜歡吃的水果就可以放進去 只不過我們待會下的材料 醬汁 乳酪的時候 你自己隨意 你喜歡用什麼盆裝都可以 另外 這個是蔬菜的盆 我們有蔬菜和水果 裡面有什麼材料 大家看到有這個紅椒 這個紅椒很甜 這個紅椒 把它切一條條 如果人多可以多一點 看到蘆筍 還有這些特別幼細的 我們中國人叫士桂豆 但是這些是外國入口的 特別小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粟米心 有番茄 有些提子 還有一些蘋果 其他的材料可以隨意下 首先我喜歡跟你們說一說 就是處理材料 尤其是這三種材料 我們全部都要用水 搓一搓 先出水 出了水之後 覺得它熟 立刻衝動它 然後浸冰水 因為浸冰水的蔬果 那些蔬菜才會脆 就算是這些蔬菜 都是生菜 一定會浸冰水 如果不然是不脆 那好吧 另外最後 我們呢 這個是Yoga 這個簡直是Latural的 這個Yoga 當然你可以買其他品牌 這個比較貴 Yoga一盒這麼大盒 裡面很稠 所以我們首先 把它拔出來 攪拌 攪拌均勻 攪拌至滑 好了 我們在不吃之前 我們就攪拌上去 每一種Yoga都會不同 因為這個比較稠 有些會比較輕 稀 你自己喜歡 我們加一點 就可以吃了 這個是真的夏天到了 這些沙律菜是非常健康 有盛惠 對身體也好 好了 我們做好了 真的嗎 呢 所以我們要休息一下 我們 cafeteria 今天是有些工資 有今天 我們到家 這是有些工資 我們要休息一下 我們要休息一下 我們去做的 我們要休息一下 我們要休息一下